吃出来的血管堵塞,有两种鱼要少吃 越吃,血管可能越堵 在正式开始讲解之前,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无论您的血管堵塞是三年还是五年 别过分的焦虑,也不用到处寻医问药 我是曹桂云主任 从医40年,擅长治疗各种心脏相关的疾病 一直是只开对药,不开贵药 在门诊上见过太多被心血管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的人 我也深知老百姓挣钱不容易 虽然我的视频也没有几个人点赞 但是哪怕只有一个人支持我 我也觉得我能腾出时间给大家讲的科普视频是有用的 希望大家的问题都能够在这里得到解答 大部分的鱼不仅营养丰富,还容易消化 经常吃鱼对身体的健康很有好处 对于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合适的 但是有两种鱼建议您还是少吃为妙 吃多了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首先第一种就是油炸的鱼 不仅脂肪含量高 而且油炸过程中还会产生危害血管的反噬脂肪酸 长期过量的食用会导致高脂血症 动脉硬化,血管堵散,血压升高 另外经过高温油炸之后 还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 不仅不利于血管的健康 还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第二种是腌制的鱼 这类鱼盐分含量很高 经常吃对身体不利 会增加高血压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尤其是对于已经有高血压的人来说 经常吃它不利于血压的控制 以上这些您都记住了吗 新种的朋友点赞转发 五种营养素对血管有好处 中老年人要合理补充 血管老化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比如说血管的硬化 甚至会出现血管狭窄堵塞 误发血管的疾病 想要血管健康 饮食条理很重要 尤其是要补充以下五种营养素 第一就是维生素C 它可以促进红细胞的生成 可以加快胆固醇的代谢 有效的防止坏胆固醇被养坏 有助于养护血管 维生素C含量丰富的食物 油香 霓虹桃 枣 橘子 橙子等等 第二 维生素E 它可以降低血压板的凝聚 降低血压的粘稠度 预防血栓 还可以有效的促进毛血血管的生长 改善为循环 同时可以有效的预防动脉 周样硬化 保护细胞膜 第三是盐酸 也就是维生素B 是人体必须的一种维生素 它能够很好的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 有助于降血压 预防血管栓塞的形成 生活常见的 比如说花生 鸡蛋 鸡鸭 鱼肉 瘦肉等等 都富含盐酸 第四 钙元素 补充钙元素 有助于控制高血压 合理的补充 还可以降低血液中胆骨醇的浓度 对于保护心脏 它是有帮助的 生活中常见的 比如说鸡蛋 豆制品 芝麻 盛海鱼等等 含盖都会比较丰富 第五 胆碱 磷脂 可以有效的阻止胆骨醇 在血管内进行沉积 改善脂肪的吸收 胆碱还可以促进脑发育 和提升记忆的能力 保证信息的传递 调控细胞的凋亡 是生物膜的重要组成成分 促进脂肪代谢 促进体内的转甲基代谢 降低血清胆骨醇 富含胆碱的食物 比如说麦盐 大豆 花生蛋类 各种蔬菜等等 您都记住了吗 大家如果有心呢 血管方面的问题呢 打个数字一 我就可以帮助到您 血管堵塞 最怕一种水 经常喝 血管就会变得平滑呀 干净 大家好 我是曹卫云医生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血管呢 也在逐渐的老化 这个时候 要是血液流动不好 血液缓慢 或者是血液变稠 血脂变高 就容易形成斑块 斑块变大了 管腔就会狭窄 再进一步发展 就发生堵塞了 堵塞以后呢 就会引起脑梗 心梗 肾动脉供血不足 下肢动脉供血不足 等等等等 这些病 影响了我们的生命 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 两味药主水 对您的血管 有一定的帮助 在我详细讲解之前呢 大家可以先点赞收藏 以免这个视频丢失 什么药呢 大家最熟悉的 黄芪 穿雄 泡水来喝 这两味药加起来 补气 行气的作用比较强 可以推动您的血液循环 除了这个药以外 平时生活呢 还要注意 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规律作息呀 良好的心态呀 合理的饮食搭配呀 等等 血管降 全身降 所以呢 要尽早的保血管 只要我们的血管好呢 人的血液流通 能够保证脏气的供血充足 才能不得心脑血管病 血管堵塞不要慌 学会一下几点 血管呢 会慢慢的通畅 大家好 我是曹会员主任 在开始讲解之前呢 有几句心理话 想跟大家说一说 别人呢 随便发一个吃吃喝喝的视频呢 都可能会有几十万的点赞 我精心整理的科普视频呢 却很少有人看 我平时工作呢 也比较忙 但是为了让大家少走半路呢 再累 我也觉得是值得的 如果你有动脉斑 花儿血管狭窄 患心病 心梗 脑梗 智驾 术后 等等的问题 大家不要放弃 希望大家的问题呢 在这里都能慢慢的得到解决 我们都知道 治疗三分靠药 七分靠痒 因此呢 疏通血管 不仅仅要靠药物 日常的养护 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今天呢 就教大家通过饮食 来养护血管的方法 首先呢 是要定时定量的吃饭 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胃气 胃气得到了保护呢 脾胃 蕴化水骨精微的能力 它就强了 吸收营养物质的能力呢 也就变强了 排除废物的能力呢 也强了 那吃饭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第一 吃的呀 要少一点 七分饱就行了 第二呢 是吃的慢一点 多咀嚼 第三呢 如果你平时喜欢吃 比较硬的饭的话呢 可以将饭煮的软一点 中意讲呢 皮煮运化和吸收营养 如果皮的功能得到保护呢 它就能够把食物转化为能量 提供我们身体各个地方 各个器官去使用 如果你的匹配功能不好呢 即使吃的再多再好 也没法发挥重要的作用 反而会产生一些弹食 慢慢的呢 弹食又会变成浴血 反阻碍我们的气血运行 比如有的人的舌胎 又白又厚又腻 那就说明你的脾胃的运化失常了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好好的保护你的脾胃了 因此呢 想让您的血管变得更好 建议您啊 改善饮食习惯 同时呢 还要戒掉高糖 高盐 油炸 烧烤的东西 才是养护的关键 您都记住了吗 银糖大衣物 疏通全身血管 省钱又方便 不用天天喝 您是血管狭窄 血管有斑块 它是心梗脑梗 一个便宜到医院都不常开的小方子 对您血管问题大有帮助 很多人呢 都不知道 它就是红糖 红糖有益气 养血 健脾 暖胃 活血坏瘀的功效 用红糖搭配这味药 可以帮助活血坏瘀 通血管 如果您有颈动脉斑块 动脉中央硬化 血管狭窄 胃心病 甚至有心梗脑梗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这些点个免费的小童心 把这个视频呢 都看几遍 相信能让您受益匪浅 我们准备好红糖和三七 将三七研磨成粉 加入红糖 泡水喝 三七 性是温的 胃肝 胃苦 胃 心肝 体精 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 疏通血管 活血化瘀 而且呢 还有增加免疫力的作用 我们用热水泡一泡 加入适量的红糖 每天一次 在家里就可以调理了 老百姓挣钱呢不容易 看病花钱免不了 我能做的呢 就是让患者呢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如果您呢 也有同样的问题呢 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打个需要帮助 我来替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